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唱字 惆怅的唱 四声唱 唱四声唱 唱是失意失望的样子 如我们拜访朋友不遇 通常会留下便条说明来意 而开头的第一句话常常是 造访不遇畅甚 更文言一点的说法则是 畅然久之或畅和如智 另外因为悲哀而失意叫惆怅 因为失意而怨恨叫畅恨 因为落寞而想望叫畅望 如杜甫怀骨鸡诗友 畅望千秋亦洒泪 相依我不同时 唱字通常跟这一个愁字连在一起用 愁字的国语注音是 吃偶愁二声愁 愁是哀伤失望的样子 如陶钱的归去来词 既自以心为行意 惜惆怅而独悲 意思是说 我既然为求取肉体上的物质满足 把精神作为奴隶了 我又何必哀伤 失意而独个的在悲哀呢 有白居易提慈恩塔诗友 这也是描写哀伤失望之情的 跟唱字音形相似的有这一个唱字 唱字的国语注音是 唱字的解释很有趣 据古老的传说 被老虎咬死的人 他的鬼魂就受老虎指挥 被老虎指挥的鬼魂就叫唱 据说 当老虎出去寻找猎物时 唱必然走在老虎前面 遇到了机关陷阱 昌就叫老虎绕道避开 因为老虎本是害人的动物 但是昌反而去帮助他 所以后人只助纣为虐的人 叫为虎作昌 而昌昌则是走投无路的样子 如礼记 众泥厌居 昌昌忽欲何之 就是无所适从的意思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唱与昌都不可以念成 障或长的音 如愁唱 不可以念愁障或愁长 为虎作昌 不可以念成为虎作障 在读念的时候 请您指 各位每日一次的观众您好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吃 吃东西的吃 吃的鬼语注音是 吃一声吃 吃一声吃 吃 吃就是把食物放在嘴里 聚焦吞食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字 不过在现代常用的语汇当中 吃所表示的并不完全 或者是真的咀嚼吞食的意思 比方说吃苦 是表示所处的环境 非常的艰困 吃力 是形容做事情很费力气 吃亏 是说遭遇到某种说不出来的损失 吃醋 是嫉妒别人胜过自己 而吃香呢 则是做人很成功 处处受欢迎 吃水 是借着船舶入水的深度 来计算全船的重量 总而言之 类似的例子很多 虽然都不是真的吃 但是可以使我们 所想表达的意思 更为充实而生动 吃也可以写成 右边这样的吃字 它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吃又可以念急 国语诸音是 积一急 二生急 念急的时候 通常有两种意义 如口急 就是指人说话不流畅 发音不正确 也就是俗称的接八字 如史记韩非传有 非为人口急 不能道说 著书 另外 积极 则是笑的声音 如飞燕外传当中有 笑积极不绝的句子 下面 我们另外介绍一个汉痴 外形相似的义字 义这个字的国语诸音是 义四声义 义是形容高耸而独立的样子 如黄山骑时 毅力不摇 以及毅然 毅意 都是特立高耸的样子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毅力是不能够念成吃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又到了每日一季的时间了 今天给您介绍一个蛙字 女蛙式的蛙 蛙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蛙一声蛙 呜啊蛙一声蛙 女蛙式是我国古时候一位女皇的名字 又叫蛙皇 据说女蛙式蛇身人手 曾经制作乐器升皇 又定男女嫁娶之礼 并规定同姓氏者不得婚配 于是人民才不至于相乱 在女蛙式末年 有一位贡公氏 被朱镕打败 一气之下 就把不周山给撞崩了 以至于天柱也折断了 地位残缺 仿佛到了世界的末日 幸得女蛙式 练出一种五色石 来把天柱补好 又斩断敖族 把地上的东南西北四级 重新的树立起来 这才又恢复了社会秩序 以上的传说虽然荒唐 但是我们要知道 许多古老的神话 本来就是把人类的历史 向遥远的过去展开 何况这些神话 正反映着一个民族 向大自然挑战的智慧跟勇气 而人的价值呢 也因此更被提高了 所以神话也是一种珍贵的文化宝藏 跟蛙子相似的是这个 瓜牛的瓜子 瓜子的国语注音是 割蛙瓜一声瓜 瓜牛是一种用肺呼吸的软体动物 多寄居在草丛或树印的潮湿处 食害绿叶繁殖迅速 是害虫之一 瓜脚常用来比喻细微 如白居易对酒湿 瓜牛脚上真合适 食火光中寄此身 苏式的词中也有 瓜脚虚名迎头为例 这都是说所征的很小 无足轻重 有勉励人看破名利的意思 另外 居士狭小也可以牵称为 瓜居 瓜舍 瓜室 或瓜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有人把女蛙式念成了女窝式 把瓜牛念成了窝牛 这都是不正确的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介绍到这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看每日一字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 是个番子 番茄的番 番子的国语注音是 番一声番 方安番一声番 番字通常做名字用当回或次讲 如这番就是这回 三番五次就是反复多次 清除岁时既有 是梅花中炼花 番二十四番花信封 是说从梅花开始到炼花为止 共有二十四次花信封 由朱熹珍念奴交辞有 别离情绪 乃一番好景一番仇期 可见番字也作为技术之词 番又是更替的意思 也可以当作执勤奖 如芳包做中义工义是有 漏科宜则翻代 是说过一段时间便得交班了 番也指古代汉族以外的民族 也就是外国民族或从外国传入的 如番帮、番茄、番薯、番胶 以及番石流等等 有番也通草头的番 所以番茄也可以写成这样的番茄 番又念番 国语注音是 潘安攀亦生攀 攀字多用来指地名 如广东省潘于县 应境内有攀山和渔山而得名 潘于县早在秦朝就已设置 是一个很古老的县 番也念婆 国语注音是 婆我婆二生婆 婆婆是白头的样子 与这样写的婆子相通 如史记秦本记有 黄法婆婆 是说头发由白变黄的意思 而婆阳则是古代地名 在现在的江西省婆阳县 婆又是姓氏 如诗经小雅有 婆为司徒 可见当时在周朝 已经有婆这个姓了 番还念婆 国语注音是 婆婆婆一生婆 婆婆是永古的样子 如诗经秦氏篇有 婆婆良氏 最后要提醒的是 番字共有四个读音 不注意是很容易念错的 如婆婆是白头的样子 而波波却是永武的样子 虽然字形一样 但读经和字意则不相同 此外 广东省番鱼县 也不可以念成番鱼县 所以在读念的时候 应该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 您好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 环字 盘环的环 环字的国语注音是 喝完环 二声环 环 二声环 环 环是一种树的名字 叶子像柳叶 树皮呈黄白色 环也用于地名 如山东省的环台县 还有安东省的环仁县 环又是姓氏之一 如环腿 是春秋时代 宋国的司马 他看到孔子和弟子们 正在树下练习礼仪 就要杀他们 并且劝孔子赶快离开 孔子就说 天生德与语 环腿其辱与合 孔子就是这样一位 威武不屈的大教育家 又如环荣 环温 环玄等 都是历史上的知名知识 盘环 是徘徊流连的样子 而环环 则是威武的样子 如诗经周颂环有 环环武王的句子 另外 梁启超的台湾杂师 赞美刘明传有 环环刘壮肃六载 祝荣轩的句子 是说 威武的刘明传将军 他驻扎在台湾府 已经六个年头了 和环字字形类似的 还有这一个圆字 圆字的国语注音是 鱼鞍圆二生圆 圆就是墙 但是墙是指一面壁 而圆却指的是四周 所以城墙又称为城圆 省城又叫做省圆 圆也是指官舍 如建圆 一圆等 圆又是姓氏 如秦始皇有一位将军 叫圆椅 另外圆也是地名 如山西省有圆区县 圆栅是指围墙 或是樊梨而言 如王安石燕诗有 圆栅鸡长暖 沟池物自肥 是说生活在围墙 或篱笆中的鸡 可以得到长久的温暖 而在沟池上浮游的鸭子 也活得自由自在 自然会长得胖胖的了 要提出来的是 环和圆这两个字 跟恒星的恒字不一样 恒字的右边从更 而俗写也可以写成宣字 但是环和圆的右边呢 则必须要从宣字采对 特别提供给您做参考 今天每日一字的时间到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 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 虫字 浮虫的虫 二生虫 虫 虫字的含义很广 主要当作依顺来说 如服从 顺从等等 虫也当作听信来说 如从善如流 从又当跟随来讲 如跟从 还指去做某件事情 如从军 从政等等 还可以当 由何处或者自何时来说 如从头到尾 从小到大等等 从又可以指 采取某种措施 如从速解决 从严就办 从 还当随即来说 如 经词讨论 从而决定 还当作向来 或移向来说 如从不续久 从 又当作放任来说 如七时 而从心所欲 不欲举 从 又念 纵 国语注音是 滋望纵 四声纵 念纵的时候 是指 跟随的人而言 如 誓纵 纵者 诗经的 其风偏有 其子归指 其纵如云 这是说 其子 所到的地方 跟随他的人 很多 纵 也当作附和来说 如纵 犯 纵 又指 有协同关系 但是仅次于至亲的人 如 唐兄弟 叫做 纵 兄弟 从 又读 宗 管语注音是 滋翁宗 历生宗 念宗的时候 和右边 这个宗字 是通用的 如苏秦 是主张连六国以抗秦 以和宗游说诸侯的人 称之为宗恒家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宗恒家 而在地理上来说 东西叫做恒 南北就叫做宗 所以南北直通就叫做宗观 也就是这样写成的宗观 从 还念聪 国语注音是 斯翁聪 义生聪 在念聪的时候呢 指的聪容 就是镇定而不慌张的意思 如聪容不破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从 这个字 一共有四个读音 是不容易区别的 我们下面 特别举一个例子 供您做参考 他的侍纵服从命令 立刻很从容的搭乘 宗观线火车 南下出差去了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 挺好 今天在节目中 给您介绍一个棚子 红来仙岛的棚 红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红二生红 波红红二生红 红是多年生草本 菊科植物 金高约一尺多 叶片很像柳叶而有锯齿 开小白花 到秋末草枯时 花遇到风吹 就会随风飘扬 所以又名飞鹏 诗经《魏风篇》当中有 手如飞鹏的句子 这是说 人的头发不理 像飞鹏乘风而起 显得很凌乱的样子 而鹏头垢灭 是指头发凌乱 而且脸部也很肮脏 是形容不太讲求 修士仪容的意思 鹏转 是比喻人搬来搬去 住无定所 而飘鹏 也是比喻人的行踪 飘泊不定的意思 蓬勃 则是兴盛的样子 如 对国家充满了希望 而个人也充满了干劲 都可以说是朝气蓬勃 蓬碧 却是比喻贫苦人家 也是谦称自己的住宅 如 对欢迎客人到家中来 我们可以对其说 真是蓬碧生辉 蓬生麻中 不服而直 是寻子劝学篇中 用来比喻环境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 蓬来是地名 又叫蓬湖 传说是海上的仙山 但真正的蓬来 则是山东省的县名 位于山东半岛上 为渤海的门户 与蓬字字音相同 并且字形相似的 是这个竹部的蓬字 蓬是由竹条夹着若叶编成 蓬盖在船顶上 以遮蔽阳光风雨的棚子 但是斗棚 则是披在身上 用来抵御风寒的外衣 蓬也是小船 如疲日修济怀师中有 一棚冲学返华阳的句子 这是说 我冒着寒冷的天气 乘船返回我的故乡华阳去 蓬又是船帆 如浙江绳有乌蓬传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这两个蓬字 一个在草部 一个在竹部 虽然字音相同字字 但是字意却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在应用的时候 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 在此谢谢您的收看 请您明天继续观赏《每日一字》 再会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戒字 世界的戒 戒字的国语注音是戒四生戒 积业戒四生戒 戒是指土地的边界而言 如地界、江界 也指范围而言 如界限 后汉书马荣传 奢俭之中以礼为界 戒也指社会上按职业或性别所做的区分 如工商界、妇女界 但佛教 但佛教则指过去、未来以及现在 叫世 上下四方叫界 合称为世界 也就是指天地中间而言 所以我们称全球 又叫做全世界 在几何学中 以一物的始终为界 如点为现之界 现为面之界 面为体之界 界说 是在学说上明确标局某事物所能涵盖的范围 以揭示命意的主旨 也就是定义的意义 与界字非常相似的有这个壁字 壁字的国语诸音是 波义壁、四生壁 壁是给予、赋予的意思 如壁与重任 就是把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去做 壁又是仰仗的意思 如以壁圣音 是说极为依赖借重 与壁字相似的则有这个鱼字 鱼字的国语诸音是鱼 二生鱼 鱼是两个人共同抬举一样东西 如鱼叫就是抬轿字 为之中游转 虎奔鱼上殿 是说勇士们把他抬上殿来 要请注意的是 界、必、鱼这三个字的字形差别很小 写的时候要注意它们中间的分别 如壁字的下面是鸡字 而鱼字的下面则是拱字 其差别很小 请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鱼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每日一字 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介绍给您的是一个宣字 宣字的国语注音是 西渊轩一声轩 轩一声轩 轩就是欺诈 如汉书席夫公传有 虚造诈轩之策 轩又当忘记讲 如诗经魏风篇有 永始扶轩 是说自己立下了誓愿 就要永不忘记 轩跟这样写的轩字是相通的 如诗经魏风薄熙品 焉得轩草 严树之辈 意思是说 我怎能得到一些忘忧草 把它种在北塘那儿 用来忘掉我心中的忧伤呢 轩草就是轩草 属百合科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大约两尺 叶子很像昌浦 在夏天开花 花有六瓣 呈红黄色 花形很像百合 晒干之后呢 可以食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针菜 另外 宣字还可以跟这个宣字通用 和宣字很相似的 是这个环字 环字的国语注音是 喝完环 二生环 环是古时候 一种度量横的单位名称 关于环的重量 有好几种说法 不过 不过以一环 中六两的说法为最多 由于古时候 有些犯罪的行为 是可以拿金钱来赎罪的 所以就用环来作为计算单位 因此赎罪的金钱 也叫做环 如书经旅行篇有 莫辟一设 其罚百环 直到目前 凡是违反了行政法规 所处的罚款 仍然叫做罚环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宣和环 这两个字 有人不注意 会念成了圆 这是不正确的 比方向 作为自我发誓 永不忘记讲的 永始浮宣 不可以念成永始浮缘 而罚环 也不要念成罚缘 所以在读和念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